您虽然是新官上任 但是以为当了总经理 就可以改变一切 让一切按照你的意识 喜欢的人留下 不喜欢的人滚蛋 可你的这种想法 是不是也太自恋了 我省了资格评判 不是 是自负 什么 还不够准确 我觉得 您这是自以为是 对 就是自以为是 你是不是把自己 摆错了位置了 你在训我吗 王总 很抱歉 我只听从董事长的指示 天哪 你这个女人简直可笑 这个女人 这四个字 实在不应该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王总 您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你应该清楚 这四个字 完全可以视为性别歧视 我不想因为这个闹上法庭 不然 可能会影响到 您的行为作风 好的 请您收下 跟着董事长十一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言不合就这么东西 你也不想想 这份名单要是被别人看见了 又该买成风雨了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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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要脚快 脚快 你 你 有人吗 有没有人听到我说话啊 有人吗 不是 是 它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是建功集团吗 是那个什么 因为我刚才语音电话 我接那个案了那个秘书室 没人理我 我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房天心的爸爸 没事没事 没关系 我一想请问一下 他现在还在单位吗 王秘书的办公室电话 这没人接 你可以打他的手机试试 王总好 什么情况 王秘书的父亲刚才打了电话 说他现在还没有回家 电话也不通 看起来还挺着急的 赶紧 去到办公室确认一下 是 会吧 王秘书 王秘书 你在吗 王总 我带 王秘书 你怎么不出来啊 那个开关在里面 我要是能开门 你会待在这儿吗 那好像是锁坏了 你等着让我给你招人去 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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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我 我有点害怕 我有点害怕 行行行 那我跟我走 王秘书 你在门旁边吗 是啊 你让开 你让开 来 王秘书 你没事吧 王秘书 我 这 这门怎么太 你干什么呀 你干嘛 你就算想我不顺眼 你也不能把我锁在这儿 你还要帮我人去 我 这多天 我确实没想到 他这个门会坏了 你冷静一点 我这不是来救你的吗 你别哭了好不好 我爸爷子从认识你之后 我又变得越来越倒门 来 来 你这去哪儿啊 我顺便送你 不用 我外公司里会有小人 收回电话 什么小人 说的就是你 你这么大事 好 怎么回事 还没回来